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节目 每年一度的休斯顿汽车展正在NRG Center的举行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到了现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新款的汽车吸引着我们 好观众朋友,现在在我身边这边是谷先生 谷先生呢,我们大家很多朋友已经很熟悉了 因为他有很多个身份 首先他是一个健身教练,你看非常费 然后还是一个调酒师 那今天呢,我们请谷先生呢,跟我一起组织这个节目 希望把这个休斯顿的这个汽车展 这个更加,怎么讲,系统的更加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少顾,我知道你这个自己也很喜欢开车,对不对 然后我知道你换了很多次汽车,对吧 那你有参加过这种车展吗 在美国也好,在世界各地方也好 基本上,基本上每年都会来 因为有时候这个连织会给你借,你经常去维修啊,经常去免贪你的那个车啊,他会给人家,说说有车展啊,我这有很多张票啊 OK,所以今年,我已经举办过很多届了 那今年的车展你觉得最大的亮点,或者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啊,其实讲实话,他的模式还是跟去年差不多 还对这边还是大家,去年大概是Nissan的云,今年完成,啊 啊啊 Dos买那边的接触啊啊啊,这边的话,这边的话,更白于哪边的那个啊,一些汽车的配件 看到那边有卡车的那个架高的一些 还有加上吉普的 他在车壳上扔一点特种的材料 就是改装的部件 然后一些比较大的轮毂 这边的话基本上几个重要的餐厂商 基本上模式没有变 我们看到从这个咱们说低档中档高档车全都有了 还是跟马链差不多的 包括一些国外的品牌对吧 国外品牌我们知道日本车是比较大众化一点 那这个欧洲的品牌就比较稍微豪华一些 那今年我看到有很多这个新款也出来 也有用来展出17年的特别是17年的新款 那这新款车当中你有什么印象特别的地方吗 新款车新款车中特别的就是说F150的一辆Raptor OK就是福特的 福特的Pickup 对啊还有就是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那辆奔驰 咱们刚才看了一辆奔驰的Van 那个Van还不错啊 那个还有点硬 手上叫Matrix 对 然后还有点硬 好 那我们现在下去看一看好不好 我们去看看 好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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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很酷 这是什么牌子 这是吉普 对吧 吉普的 Wrangler 你看它这个材料很不一样 这材料确实不一样 它这个材料确实不一样 它这个材料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Bedliner的材料 这Bedliner就是大家都知道 有了卡车后面的 它有了防止刮漆 是 你就怎么刮都不怕 你用钥匙试试看 OK 看到没有 所有的设备 坐车 这个越野如果出去玩什么 而且看到上面一排灯 这个出去camping什么都很好 钓鱼什么都非常好 这种吉普改装车的 近年就是比较流行的趋势 哦 它轮胎也是 然后这底盘呢大家已经看到 可以垫高了有很多 垫高的至少有15个引擎 然后轮胎的话我们看就是明显的放大 对 轮毫轮胎全部放大 是 对 不少轮毫打开这车开不了 哇 这个 这应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 他这个公司专门就是给 给这个车给他做 哇 改装 这个车真的是可以比较扛造型的 对 怎么刮 怎么不判 对吧 年轻人 特别在野外的话这个车也不得了 对 哇 说我这台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F150的Racker 对 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最大的特点 对 越野性 越野性 就是很强 这车 很多朋友都开这个F150 我觉得这个车特别大 感觉上好像比我那些朋友的车都要大 现在真的有大 这是17年款对吧 对 对 你看看这里面 哇 这个机关 都是重要型的 对 哇 它这个其实是V6的 不是 还不是V8的 还不是V8 但它水油 过程油 你V8要水油吧 耶 过程油 因为它有无能增压 无能增压 无能增压 这车马力要达到450 哇 非常厉害 那还是蛮备有的 非常厉害 好 我们再看看它的轮骨 它这个呢 就是我们用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一般车的轮骨会比较大 对 它这个比较小 所以它可以过延时 所以不容易 弹性比较大 对 OK 哇 所以这个越野性非常长 对 非常好 哦 对 哇 在美国特别在德州 开一个这样 对 越野菜是蛮爽的 对 也蛮 蛮实用 蛮实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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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小谷 我们两个都是有家的 对 很经常会出去camping或者是开车的全家出去玩 这款车我绝对是我的dream car for families 就是家出去玩的只是奔驰了对吧 但是呢这里面是麻雀随小五脏极拳什么都有 我们上来看一下 我们去看看去 你有租过rv吗 我租过一个拖车因为我开车 其实很多在美国很多人是很少买这种车 租的多对吧 你出去玩个几天租一下 买因为好像好像平时用不了有点浪费 但其实我们这个车看到哈 小谷 我不知道你看它整个这个 驾驶座两个座位都是可以旋转过来 哎呦 这就非常不错 然后呢整个carting 你看马上 privacy非常好 可以给挡上 这里不得了 厨房 可以煮菜啊 数据比方说去海边钓个鱼 回来马上可以煮 对吧 或者是你去哪里 对吧 把这个家里人在一起 赛装 对吧 煸冰箱 还有这个 Granity 对啊 这个用的是大理石的 然后你看它这里面的东西 柜子呀 还有这个 这是冰箱 我想应该是 这是个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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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对 好 微波炉 这里 微波炉是新的 对吧 这个灯 它的系统啊 它整个这个电地系统 包括这个叫做什么 空调 是跟你的汽车部分是分开的 是分开的 对 所以你就说 你哪怕就是车子熄火以后 熄火了 这些东西照常可以运转 它有separate system 非常人性 非常好 对吧 然后 还有柜子 很多储藏的东西 对 这边是一张小床 是两张床 两张床还可以合并在一起 变成一张大床 哦 是吧 所以这个你看 平时的话可以当座位在座人 哇 舒服 你坐这边我坐 这个我觉得比那个 雷姆森还要舒服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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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电视机什么都有 对吧 很方便 确实很好 晚上还有个阅读灯 什么的 看到没有 旅行一家人确实 这是这个浅势的部分 我们再往下走的话 这边就是浴室了 还可以洗澡 对吧 有厕所 可以冲凉 可以上厕所 有这部车真的是出去玩个十天半个月 房子都不用买了 我不需要住酒店 如果一家四口的话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在美国这种生活非常 各种各样都帮你想到了 对吧 像这种车的话 我觉得不用买了 咱不用说买租是可以 肯定做得到 对吧 如果一家人住这么一个RV出去玩的话 像这辆车要多少钱 这辆车大概是要十 不到二十万吧 不到二十万 不到二十万 差不多一栋房子这样 就是这个意思 买了这个车的房子也不用买了是吧 不过房子得买 可以不买 这一般是有钱人 多余的出去玩的时候 不用住酒店 方便 走哪 我们看看价格在前面 好漂亮 真的是这个车 好效果 这就是我之前早一点 有跟你讲 就是说这个是奔驰 对我来讲是新的 好像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这个 它是麦 这个麦非常特别 我很喜欢 你给我讲讲 哪里特别人 它这个麦是亲人做的麦 因为我想因为可能是 它是奔驰的关系吧 它的上的一个感觉就是豪华 座椅特别舒服 座椅特别舒服 这是一方面 而且我们刚才看的价钱才五万 不到二 非常非常这个 很经济 很经济 要超值啊 对我刚才看的 和它的一个麦 也要四万吧 四万吧 对对对 如果是奔驰的话 是吧 这个还是确实 然后它你看到里面的设备 这前面是这样 看主要后面的 对 非常非常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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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普通玩真的不一样 它是一个非常豪华型的 首先你看到里面的设计 这个灯 包括电视机在这里 一个很大的 大概最少有个十五六寸的电视机 对吧 对对对 不管是商务用 家庭用 我觉得都很合适 甚至我觉得有些人做生意的话 做这种 Travel agency 比方说带客人出去玩 这种车非常舒服 对对对对对 而且它后面地方很大 对 除了座人以外 它还可以装货 你像后面拉那个箱子 可以拉很多的 放很多箱子 是吧 这个放平来可以睡觉 我觉得这个车更适合一些 更适合我们这种家庭型的 如果是要买卖的话 而且它两侧门都是可以打开的 不管是从商务角度这样 商业做商务也好 还是做家庭用 我觉得都很适合 对 而且价钱最少价钱不贵 对 五万多一点还是贵的 对吧 你贴是皮椅吗 非常好 最主要名声公司又好 因为奔驰是吧 我从北京四驶 在北京四驶 好 你几年有多年来参加这个活动 这是我的第一年 这是你的第一年 但是在商务里面 有多久 我曾经在商务里面 大概三个月 可以告诉我们 特别是这个车子 这个车子 这个车子 它含着 32-inch TV 它有一个木屋 我不知道 但它其实有一个木屋 所以 它带着 WiFi 车子 带着 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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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车子 它带着7个人 所以 非常好 你见到 背后 车子 它变成 一屋 一屋 好像显得更加宽敞一些 然后其实这个 这支部车的价钱上来讲 好像比刚才的车还要大一些 多一些贵一些 那么它最大的特点是 这个后面的几排座都可以放平 放平了以后呢 完全是一张床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这个宽度上来讲 应该是一张 可以说是king size 完全躺下的话 躺三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椅子就可以放到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一家人出游的话 这部车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而且它的高度有够高 电视机有够大 电视机比刚才那个还要大 大概有二几寸的电视机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舒适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现代汽车的展区 我们知道现代汽车是韩国的品牌 最近都是这几年呢 它们的发展非常的迅速 然后而且它们出了非常多这个车型 特别很新型的 比方说看这一款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电动跟这个有两用的车 从小型的到中型到大型 甚至到一些豪华车型 它们的最近的这个发展非常非常的迅速 而且这个技术也非常的过硬 它们甚至有些车型呢 可以跟奔驰啊 Lexus这些车型来比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Huston Auto Show 所以什么是最好的 Huston Auto Show 和真的任何 Auto Show 是它们给你一个机会 to test drive vehicles uh the way this test this ride drive is set up is it really does have a lot of the manufacturers in one place uh and with nissan we get to to bring kind of our our show our face and show our new vehicles they get to test drive the new titan the titan diesel that a lot of them have no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dealership and test drive um it also is great because we're not salespeople so they're not being forced to think that they're there for a deal we get to chat with them go back and forth i had somebody earlier today uh that just said this is really nice to be riding and specifically in the nissans because we we carry a conversation and talk about the car as an auxiliary uh because they're getting to feel it they're getting to drive it they're your daily life is not somebody telling you about your car it's the way it feels uh to them yeah i'm from japan in japan nissan is the best is the most popular car it's more than some other brands right okay i don't know here why uh nissan is a little bit behind other brands well we're behind but we're catching up because last year in 2016 we were the fastest growing br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awesome so we're still behind obviously the big names uh but we are we are gaining ground faster than any of them i'm so glad to hear that yeah yeah you and me both job security all right can we test drive this one absolutely and what is this car this is the pathfinder all right so uh we got you said this is this is a you'll read really redesign yeah so the right now we're in the 2017 nissan pathfinder um it is a redesign we're considering a complete redesign it's a big refresh uh front end is different and the interior obviously has some different features and now we have uh best in class towing capability of 6 000 pounds uh the engine's been upgraded a decent amount no wonder i didn't recognize this car to me it's a totally new car totally new car so it is it still is the uh still is a crossover so it is still in the car chassis once we made that switch on the last generation obviously people were a little like well it used to be the pathfinder used to be rough and rugged so now we're trying to combine the two because we are doing best in class in terms of um off-road capabilities in this mid-size suv or mid-size crossover um but at the same token it really is uh it's got some more masculine features i guess you can say you also have a marano still still have a marano absolutely so this is a little bit larger than the marano um and this also has the seven it gives the seven seat option as well oh this one has the whole seven seater yeah third row option easy flex seating to get into the back of um which makes it really easy if you've if you've got kids especially uh child the child seats will slide forward and you can still access the back which i'm not going to say is class exclusive but it is the best in class for that wow okay uh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test drive 就是试驾那这是nissan的一部啊越野车 suv所以刚才这个nissan的这个负责人给我们介绍 是这个车他们曾经呃生产了很多年那今年呢他们呃实行了一个这个呃改装 就整个从外表啊从里面的这个性能啊全部都呃进行了翻新所以这个完全是有点像名字还是一样 但是其实是一部新车了完全是一个新的model然后呢呃呃很多性能是比以前好那我们知道 呃呃日産是在日本是一个非常呃有名的一个呃呃怎么也讲一个呃一个一个呃呃呃生产 车生产厂那在美国呢他刚才跟我们介绍讲说呃呃跟其他的一些个名字比呢稍微好像呃呃没有他们卖得那么好但从去年开始 Nissan在美国销售量已经大有提增 然后呢也很有可能有望在近期内就超过 或者赶上其他的一些厂家的品牌 So all the GPS and everything is standard or? Now we are in the fully loaded model We're on the Platinum right now So it's not standard on that It's standard on the Platinum obviously Or comes with it it's You're going to have a backup camera Standard now Which will be a smaller screen We've got all the Nissan Connect navigation Mobile app services Bluetooth audio As well as a couple different ports for everything USB Let's go to And this does have the Bose system in it This is a Bose Okay They have the 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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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the Sun Roof Yeah And if he turns around You'll see also the panoramic in the back Oh yeah This is a全景 即便坐在后面 也能享受到这种打开天窗的感受 Another great feature that we have in this class Is we have a lockable 4x4 system A lot of times Some of the competitors are going to have the all wheel drive Whereas now we've got the You can actually have it in a two wheel drive You can have a two wheel drive You can have it in an auto wheel Very similar to an all wheel drive system Or you can do all wheel drive block So it really does Even though it is a crossover And it's on that car chassis It's going to have features A little bit more synonymous with an off-road vehicle OK 他说这个车呢 你可以自动的转换成 Two wheel drive 或者是 兩轮驱动或者四轮驱动 然后呢 其实这个车如果 这种性能 如果在其他的品牌上 是要很高的级别 才可以做到这个选项 那么Nissan在这款车上呢 他们其实已经是standard 就是说标配 所以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新的 新的这么一个性能的商量 And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好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在这个2017年 休斯的汽车展 就给大家试线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对这个 这一系的休斯 是有什么新的感想 那希望明年我们再继续 来到这个现场 给大家介绍我们的 休斯的汽车展 谢谢您收看本期的生活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